搜尋漁越廣播電台 飛躍公報電台 臉書粉絲專業 我們現在有一個直播正在進行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 直播已經跳出來 大家可以上網去點開直播 我們現在直播正在進行 搜尋漁越廣播電台 臉書粉絲專業 直接直播打下去 按讚分享出去 這樣就可以來決定 我們今天要送 送給大家好累的機會來決定 那我們現在的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緊先來到 進入我們的最狂拍賣員 歡迎來到飛躍電台百會公司 不管你是要賣最新的風格 最大台電視 也就是最好玩的電動 我們這裡通通都沒有啦 什麼都沒有 這樣到底這間百會公司 是賣什麼啊 這裡有每一個人 對高雄土地的熱情 對優勝環境的建築 對利商的追求 也還有對家裡中部的疼聲 賣得公地香 賣會公火紅 想要知道後來來 到底是賣什麼喔 請尊時收聽 飛躍公報電台 略公拍賣員 最狂拍賣員 來跟我們涼公拍賣員的檔員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我們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邀請到的是今天這個單位 比較低層 邀請到的是我們的高雄區農業改良廠 這個加工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陳正銘姐助理研究員 來歡迎一下 嗨 正銘你好 第一次來到我們這個最狂拍賣員 這也是我們最狂拍賣員 有史以來邀請的單位 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過去都是邀請農漁會 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那今天首次邀請我們高雄區農業改良廠 那他會來跟我們介紹什麼呢 我們首先先來講一下 我們節目直播 有一個人數的一個正獎的規則 那在這裡先跟大家講 直播人數滿35人 滿35人的時候 我們會送出第一份 這個由高雄區農業改良廠 他們所研發的東西 所以說大家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 到底會是什麼東西呢 那如果滿55人 就會送出第二份 第二份的好禮 那越多人來看 我們就會送出越多的好禮給大家 那今天這個農業改良廠 他們的研發東西 可能你市面上還不一定買得到 所以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首先我們就請正銘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可能對這個農業改良廠 可能會有一點陌生 就是這個農業改良廠到底是在做什麼事 那可以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農業改良廠在做什麼 那我們這個打樣中心又是一個怎樣一個中心 好 謝謝主持人 那在這個高雄區農業改良廠裡面呢 我們主要的這個相關的工作項目呢 當然就是服務農民朋友 然後對於他們任何的在做物 栽培生產過程當中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甚至產品產出之後呢 後面的加工的問題 我們都會協助幫忙解決 在加工技術 加工的衛生安全的部分 我們都會給予相關的一個諮詢 以及協助 協助它的加工技術的部分 那還要繼續再做 來跟我們講一下打樣中心好了 剛剛是稍微講一下改良廠的部分 那我們相信很多人都聽到打樣中心 可能他覺得說 這個打樣中心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機構 然後它的作用又是怎麼 為什麼會有打樣中心這樣一個單位出來呢 那謝謝 那主要就是在這個之前呢 因為農漁民朋友他在加工過程之後呢 這個產品不算是合法可以販售的一個產品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主委呢 左思右想 左思右想的結果呢 用什麼方式讓農漁民朋友 他們在做加工之後 在農地上面做加工之後呢 這產品是合格可以販售的 因為一般在一般的農 一般的地木上面 它是有工廠登記證 那工廠登記證出來的這個產品呢 是合格合法可以販售的 可是呢 農漁民朋友就沒有辦法在 他受限於他只有農地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我們主委呢就跟 衛福部就跟經濟部工業局做協商 希望能夠在農地上面蓋一個合法可以使用的一個加工的場所 這樣子呢他們未來在這個做加工產品之後呢 就可以有一個販售的合法的一個場域 這樣子 主要是這樣子 那講說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這個主要是要協助我們農民 他們在種植完之後 他們可以就是想說 我今天這個產品想要開發的東西是什麼 那他們是如何去透過你們打樣的東西 來達到他們想要的一個產品的一個樣態 那現在呢 就是在這個部分呢 他們首先就可以先打電話到各地區的打樣中心 在各地區的打樣中心呢 包括各地區的改良場所 他們就可以進到這個改良場所 用電話諮詢的方式 來跟我們的相關的助理去談 他們的未來加工的一個產品的一個目標是什麼 目標物出來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建議 建議之後呢 就會請這個 我們會安排他們來到打樣中心做打樣的一個作業 那這個打樣中心做打樣的作業呢 那這個這個時候呢 他們他們在 等一下 只是說他們來跟你們做這個打樣中心的時候 就是他們跟你談完之後嘛 那你們如何去協助他們去完成這樣東西嗎 在這個部分呢 他們到了現場 就可以使用加工打樣中心的一個機器設備 那這個打樣的機器設備呢 之所以要設置這些機器設備 最主要的就是 如果這個農民朋友 他們自己在家裡買的機器設備不合用 然後或不會使用 也不知道衛生安全的部分 這樣子會造成 他們第一個金錢的後會 第二個這個機器設備已經買了 然後這個時間金錢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呢 在打樣中心呢 我們會先跟農民朋友 先了解他們想要的一個加工的型態樣態 然後我們會跟大家建議用什麼方式來做 那他也可以做不同機器 然後做出來的成效怎麼樣 他們拿著這些成品去給外面的人試吃 試吃之後覺得 這個盒他們使用 這樣子他們就可以來做這樣的打樣 做打樣之後呢 他們就會對整個的加工的機器設備很了解 那才他們回到自己家裡才知道買什麼樣的機器設備 用什麼樣的加工方式來做打樣 等於是說讓農民他們不用再像過去說 我買了一台加工的機器回來 然後結果我發現我不會使用它 或是它使用的效果不是我想要的那個效果 那透過打樣中心這邊的協助幫忙的話 那就可以更節省這一塊的部分 就是我可以先要求說 我想要得到的產品是怎樣 然後透過我們這邊的協助輔導之下 然後讓他們完成產品之後 他之後再用這樣的方式去做他想要的產品就對了 對 然後聽說你們在打樣中心在疫情之下 你們有改變一個形勢 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我們打樣中心是有一段時間是不開放大家來參觀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也都比較謹慎一點 那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想到一個方式 我們打樣中心不能站在這個固定的場所 所以我們就使用一個叫做行動打樣中心 那我們的行動打樣中心呢 就來到來到茂林 來到馬家 來到三地門 來做這個芒果清的一個加工 就是他們沒辦法下來 或者他們比較不方便 我們直接到當地去跟他們介紹整個打樣中心 還有整個的加工過程 如何做這個芒果清的加工 那所以呢 這樣子就可以讓整個打樣的功能功效 達到最高的一個效果 那這樣子呢 在這個 在這個馬家茂林等這些地方呢 後續呢 我們還會做追蹤 那追蹤的部分呢 我們會請他們把經過打樣之後的一個產品的成品 拿給我們 那我們會做第一個品評 品評它的一個脆度啦 甜度啦 還有它的色澤 是不是能夠維持到 我們當初交他們的一個目標物 那另外呢 我們還特別的特別的去分析它的微生物 分析它的微生物 結果發覺 真的是很特別 他們的微生物檢出竟然是零 哇 真的很厲害 真的是很厲害 我們後續有做追蹤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們不是交往的就拍沸屁股就走了 你是後續的輔導後續的一些就是那個去檢視他們的成品的時候 還是一樣繼續去輔導他們 然後隔年的話我們政治都還會 比如說我們今年去的時候還看到去年去的時候的一個字卡 字卡上面都還有我們教導他們的一個簡章都還有 可見他們對這件事情還是蠻 蠻重視的 對 他們就是想要把自己的好的農產品推出去嘛 那這次我們來到現場啦 雖然沒有芒果青 不過我們來到現場 我們今天我們改良廠這邊 它也帶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個 觀眾朋友可能在螢幕上看不太清楚 這個看到一顆一顆黑色的 然後大家可能認為說 這不就是黑豆嗎 沒錯它就是黑豆 但是它很特殊的是 它是台灣小黑豆 那台灣小黑豆到底跟一般的黑豆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請正銘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手上這個小黑豆 其實現場看它是很小顆 但是你們可能透過鏡頭看 感覺它跟一般的黑豆一樣 那可以請正銘來跟我們講一下 台灣小黑豆跟我們一般看到市面上的黑豆 到底有什麼差別 首先跟各位介紹 這個台灣小黑豆呢 它的粒徑很小 那我們通常要看它的粒徑呢 我們是用百粒粽 百粒粽 那百粒粽呢 我之前有大概量一下 它的百粒粽大概是八點多克 那這一個 另外這一邊的這一個是高雄七號 高雄七號的百粒粽呢 是四十七點多克 所以它將近是它的六倍 六倍大 六倍大 等於是大概六分之一 我們把兩瓶拿起來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就是它觀眾朋友應該透過我們現在的鏡頭 應該可以看到說 這兩瓶的確它的大小就是不一樣了 就是左手邊這一個是我們一般市面上看到的嗎 對 一般市面上看到的 現在今天我們特殊要介紹的就是我們右手邊這個台灣小黑豆 台灣小黑豆 原來它差距這麼大 六分之一 真的看得出它們是不一樣的 對 那其實呢 它們大部分都 它們全部都叫大豆 全部都叫大豆 對 全部都叫大豆 那大豆呢 會因為它的種皮分為黃色的叫做黃豆 黑色的叫做黑豆 然後茶色的叫茶豆 所以這邊的是茶豆 茶豆是茶色的 那所以它會因為種皮不同的名稱 那這個除了種皮之外呢 通常還會按照它的子葉 它的子葉呢 如果是綠色的叫做青人黑豆 那如果是黃色的叫黃人黑豆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劃分 那我們這個台灣小黑豆它是算是什麼 青人黑豆還是黃人黑豆 台灣小黑豆呢 是屬於黃人小黑豆 那它呢只是粒徑比較小 那我們知道呢 一般來說 它的花青樹呢 主要是在種皮的部分佔比較大部分 那種皮的部分 在這個圖上面是不是有它的大小 對 它的大小 好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般外面我們看到的黑豆嘛 然後這是我們的台灣小黑豆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出 它們大小是不一樣的 好像一個爸爸帶一個小孩子一樣 對 然後我們台灣小黑豆的 剛剛就講到說它的種皮的營養素也是很多嘛 對 主要就是花青樹在種皮的部分 在這裡有一個圖卡是不是 喔 圖卡 對 那在圖卡的部分呢 這個是不同品種全豆裡面的花青樹的部分 那在這個滿洲的這個黑豆的部分呢 是這一個 那其他的呢 高雄七號就比較少 大概是在 它寫0.6 對 比較少 少很多 那如果呢 是光取它的種皮來看 只有取它的種皮來看 那這個台灣 這個台灣黑豆的部分呢 大概在八點多 將近九的部分 那是在高雄七號的部分呢 大概只有3.5左右 也是相對 就不管是種皮或是一個它的全豆來看 它的花青樹就是相對都比較高一點 對 就是相對比較高 那其實聽說它裡面的花青樹的含量也是蠻多的 我們有做一張那個這個表格 做一張這個 就是講到說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滿洲黑豆啊 它其實就是我們在講這個台灣小黑豆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表格上面 它有講到它的花青樹 它的花青樹 將近720毫克 每100克裡面的720毫克的這個花青樹 那就單純就用這個 種皮的單位種來說呢 它這個 台灣小黑豆的花青樹呢 是真的高其它的品種很多 那它這個呢 它主要呢 它的營養素呢 它有13種的花青樹 有13種的 經過我們分析的結果有13種的皂肝 還有20幾種的異黃酮 所以呢 這個都是一般的黑豆沒有的 那它特別的高 所以呢 它是一個我們覺得營養成分 或者是養生健康食材的一個好選擇 所以我們不要看小黑豆 這樣小小一顆 它大概是一般黑豆的六分之一左右 那不要看它小小顆 可是它營養成分是還蠻高的 是還蠻高的一個營養成分 那這次 這是聽說我們改良場這邊很厲害 就是一般剛剛有提到說 它的花青樹含量很高 但是花青樹好像經過增煮過後 它的那個花青樹就會 那應該是水溶性好像就會慢慢流失 那我們改良場這裡很厲害 聽說你們用一個很特殊的方法 可以讓它變成像我手上拿這個 台灣小黑豆的這個 這叫做是那個香酥脆的點心 對 它是一個香酥脆的點心 那這個香酥脆的點心呢 我們用特別的方法 那一般呢 大家都是用蒸煮的方式來做這個小黑豆 那花青樹呢是水溶性的 那水溶性的話呢 在你蒸煮過程當中呢 就會有流失的情形 那我們用特別的方式呢 讓它繼續保留在這裡面 所以呢 它的這個花青樹的含量呢 在我們加工之後 能夠保持比較高的花青樹 這是我們加工上面的特點 再加上呢 我們的一個加工方式 讓它的脆度 比一般大家做出來的脆度呢 還要更脆 那所以呢 這是我們加工上面比較難克服的地方 我們都已經把它克服掉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在臨時首選上面是一個很讚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要選擇堅果類的話 堅果類 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堅果類的營養食品 因為它的所有的營養成分都還滿高的 那今天有講到這個台灣小黑豆 所以今天你在線上收聽的 你都有機會拿到這個台灣小黑豆 這個市面上應該還不常看見 所以今天都有機會來拿到這個台灣小黑豆的試吃品 應該算是試吃吧 對對對 對就是你可以來先試 想先試吃看看這個台灣小黑豆的 這個香酥脆的小黑豆 那除了這個香酥脆小黑豆之外 我們其實改良廠這邊好像也有開 就是協助他們去做一些黑豆的一個產品的一個研發嗎 有 這個改良廠的部分呢 我們有針對這個產品呢 有開發過蜜鏈黑豆 蜜鏈黑豆 除了蜜鏈黑豆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納豆 納豆 納豆是日本人常吃的一個豆 那這個納豆呢 高雄長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國人對於納豆呢 因為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味道 就像我們對別人的起司覺得 有點臭味 但是吃起來很香 就像別人吃我們的臭豆腐 對 他也會覺得 很臭 但是吃起來就很香 對 日本人能夠接受呢 我們這裡呢 接受度就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們也同時做納豆 可是我們的納豆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選小一點的 小一點的這個黑豆呢 來做這個納豆 未來呢 我們可能應該也會開發出 這個小的一個納豆 那原來呢 我們有一個技轉的產品是 用紅豆來做納豆 因為紅豆它的蛋白質含量比較低 所以呢 相對起來 它做起來的黑豆的一個味道呢 就沒有那麼重 所以消費者的 在國人的消費習慣上面呢 如果用納豆來做 用紅豆來做納豆呢 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比較香 沒有那個日本的那個 那個味道 對 就是那個味道 是我們國人比較冷接受的一個味道 就是用紅豆下去做成的納豆 對 哇真的很特殊 那其實在我們屏東這邊呢 就是他們也有很多 用很多就是 關於用黑豆做成的一個產品 就像是那個 這個是我們屏東縣農會 屏東縣農會 他們所開發出來的這個叫蜜黑豆 這也是用我們高雄的這個黑豆下去做的嗎 對對對 用高雄的黑豆下去做的 這是大顆的 對 這是大顆的 那大顆的話吃起來比較過癮 那在日本料理店呢 這個的銷度算是很好 那曾經有廠商說 之前呢 他做這個秘密店的黑豆呢 他的員工都不喜歡 那有一天呢 他經過跟我做一個記轉之後呢 那我教他 他才知道 做蜜黑豆 竟然有這麼多的秘訣在裡面 有美美角角很多 所以呢 做完之後 他說他的員工會跟他買 買這個回家吃的 以前是沒有人跟他買 現在大家都搶著跟他買 所以這個就是 有很多加工的技巧 在這個蜜鏈黑豆裡面 所以說大家如果有機會 剛剛有一些網友在詢問說 那有什麼黑豆的相關產品的話 他想要買的話 他想要去哪裡買 那剛剛介紹這個就是 屏東縣農會的蜜黑豆 如果要買可以到屏東縣農會 網站上面去購買 都可以買到這個蜜黑豆 那其實我們在屏東這邊 還有一個滿洲農會 他其實也有開發很多 關於黑豆的產品 那再來介紹這個是 我們的黑豆茶包 那這個黑豆茶包的部分 他其實也是我們滿洲農會 那邊所開發出來的 這也是用我們 就是高雄的黑豆下去做 高雄7號大顆嗎 還是小顆的 高雄7號是大顆的 這個茶包他用的話 應該是滿洲的話 應該都是用小黑豆 所以它是小黑豆 它是小黑豆 所以這也是用我們小黑豆下去做的茶包 那這個其實就是還滿好的 就是它你可以去做泡茶 熱茶可以 然後冷水也可以 只是要泡久一點 然後泡完之後 黑豆不怕算 這個黑豆 你還可以拿起來 就是加在你的飯裡面 拌飯 或是做成涼拌的小菜 這也是一種吃法 那這是我們滿洲的 滿洲香農會的一個 黑豆茶包 那現場還有看到一個 就是那個醬油可以來講嗎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我有跟那個 那我們請正明來跟我們介紹這個醬油 這個醬油是用黑豆做的 那是民權農場它委託代工的一個產品 那所以呢 這個產品呢 也是一個合法可以販售的一個產品 那因為是黑豆做的 所以應該相對它的花心素含量會比較高 那大豆在蛋白質含量上面應該也比較多 然後再加上它有這個 類伏伏伏素啦 皂素啦 易防銅啦 那易防銅裡面的含量也很高 還有維生素E 維生素B 都很高 所以這些產品呢 黑豆大豆這些產品 都很好 那在健康選擇上面呢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算是一個滿健康的一個食品 那等於是說我們今天的觀眾朋友跟聽眾朋友 如果說你對於這個黑豆的產品真的有興趣 想說想要去購買的話 那像剛剛講的屏東縣農會 還有我們滿洲香農會 它有一系列的黑豆產品 那滿洲香農會 它除了剛剛講的那個民權他們做的黑豆醬油 其實我們滿洲香農會 它也有做這個黑豆的醬油 那也有黑豆的芝麻薑 這部分他們都有這些相關產品在 那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到我們滿洲香農會的官方網站 來做一個查詢或是購買 都可以到上網上去 那剛剛那個民權農場的 他們的那個比較特殊 他們還有加鳳梨 對對對 這個倒是忘記介紹了 他們還有再加上鳳梨 因為它主要是一個鳳梨的一個 摘種的一個產地 所以他們的有這個鳳梨的產品 所以它是包裝設計 跟鳳梨是有關係的 那剛剛說人數已經來到 我們有64人 現在已經3點49分 那我們來公佈 我們現在已經確定會送出兩份 那待會如果人數有再衝上去 我們再看要不要再加碼一份好了 那今天要送給大家的是非常特殊的東西 剛剛不是說那個 就是台灣小黑豆今天會送給大家 那看到今天送給大家 其實就是這三個 就是我們那個高雄廠 他們打樣中心 這邊上面都有寫 農場加值打樣中心 就是我們目前打樣中心 他們有做出來的一個打樣的產品 對 那裡面這個我就先不猜 裡面我就會拿在旁邊 那我們請正銘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三個 那首先呢 這是我們的一個香酥脆小黑豆 那因為這個如果開封之後呢 就會影響到它的脆度 所以我們通常都用單一獨享包 就是你要吃多少就開一包就夠了 所以它裡面是一包一包一小包這樣 對… 就是一小包一小包這樣 這樣比較不會影響脆度 比較不會影響脆度 這邊…這邊有 所以它比較像是這樣一小包一小包 然後就是我打開一次就一包 對… 因為它小小顆 一次一包其實差不多 對… 對… 這樣就不會影響到其他 還沒開封的一個風味就對了 對… 另外這個… 這個也滿特殊的 這個是去紫蜜藻乾 這個去紫蜜藻乾呢 因為一般的藻乾呢 因為產期的關係 所以呢 到後來呢 做起來呢 它都有… 叫做… 它特殊的… 比較怪怪的味道 叫做臭咖笑的味 我們這樣做下來呢 它的這個味道是沒有的 它是完全沒有這個… 我們用特殊的一個… 糖的調整 那… 再加上我們一些技術在裡面 所以把它的這些臭味呢 都已經去除掉了 所以完全無臭 而且有經過去紫 所以吃起來很方便 不用… 造成這個手黏黏的 那再加上我們這個加工技術呢 它做起來呢 它的產品是不會黏手的 雖然會甜可是不黏手 這個是這個產品的特色 而且還不會臭 這是重點 這個我們有記轉了 對 然後這個未來可能有機會 在市面上吃到 那今天就是搶先讓我們的 觀眾朋友跟聽眾朋友 可以來先試吃 那另外這個也滿特殊的 這個調味超米餅 這是稍微來簡單介紹講一下 這個是用高雄147的一個米 下去做的這個米餅 那高雄147呢 它是一個很優良的品種 那就是在很多的比賽當中呢 都有得獎 那代表這個米種是非常好 那我曾經有朋友說 這個米種真的很甜很香 那做米餅呢 它只要放進去 它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米的形狀 米餅的形狀 那就是糙米下去就出來米餅 那所以都不用添加任何的風味 那不添加風味呢 我們覺得這樣比較單調一點 所以我們另外就給它調了 我們特別的調製的一個黑糖 然後調完之後呢 它的脆度都很夠 而且風味也很好 這個是未來的明日之星 這是我們正銘推薦的未來明日之星 所以有機會 未來在市面上 可以吃到這個調味的糙米餅 那今天都是搶先試吃 那現在我們的觀眾朋友應該很期待說 那我要怎麼拿到這一盒 我們不是送一人一個喔 是送一個人拿到三個喔 拿到三個 這三種你都可以拿回去試吃 那要怎麼拿呢 我們有一個通關密語要請正銘 來幫我們公布一下這個通關密語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讚 沒錯就是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讚 那這九個字 我剛剛在算幾個字 九個字寫在一起就好 不用分開也不用多 九個字寫在一起 那要怎麼拿呢 就是在我們現在目前這個直播按讚 然後我們臉書按讚 我們漁業廣播電台臉書按讚 那也到我們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的臉書去按讚加追蹤 你就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喔 那take三個好朋友加指定留言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讚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讚 這九個字有比較多 大家趕快拍 然後大家公開分享出去 公開分享 要到你的個人臉書是一個地球的符號喔 不要是兩個人的那個符號 我們小邊看不到你 一定要公開分享 這樣就有機會 將這一組三個三種不同的打樣產品一次就拿回去先吃吃看 這未來有機會都會在市面上跟他們見面喔 那剛剛我們的觀看人數有來到七十人耶 不然我們再多送一份好不好 我們證明說好啦再加碼一份 所以我們總共今天會送出連在網路上直播這邊會送出三份喔 所以大家趕快留言喔 那現在我們也來接聽電話好了 那現在打電話進來一樣喔 有機會來拿到這一個打樣的產品喔 這一組三個喔 一樣喔 三個喔 那待會打電話進來的記得講我們的通關密語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讚 要說國際台語都可以啦 另外就是要再說到我們的公布電台收聽頻率 AM7381-431-1593千 好喔 現在一個收聽頻率這樣就可以喔 現場的call in專線是 0781-19431-0781-19431-0781-19431 來我們準備來開放現場的call in 來我們第一位聽眾朋友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讚 真的讚 對 那他如果說國際台語收聽頻率 7381-143 7381-143 7381-143 來恭喜喔 對 要怎麼稱呼呢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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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值得啦 這等一下電話先別 voices 啊 我們點 إن所丞探探探探探空 好謝謝你 謝謝 來我們恭喜第一個我們的聽眾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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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來獲得我們的高雄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 所推出的這個三種試吃 讓你可以先把它拿回去吃吃看 Sum說可以吃等 Carve 就是我們的臺灣小黑豆 那是真的很營養的東西 可以讓你先帶手拿回去試試看 那網友在說 我們這個黑豆茶跟合理 他說黑豆茶好喝 也是一個很讚的農產品 多謝我們網友這麼大力推薦 網友說我們的黑豆茶也是很合理 這邊是說農業界兩場這邊 來輔導的一些農產品 真的他們都可以讓他們的產品 發揮更大的作用 那我們在等第二通的電話的時候 我們應該先跟人家說 其實我們的改良廠 其實很多人可能對我們改良廠 都覺得改良廠是一個神秘的地方 因為我們平常是不能迷你 對 所以我們有固定一個開放日 可以開放讓大家迷你裡面 對 等一下我先接一個電話 我怕說等一下不會付接 來 喂 你好 高雄你好 你好 高雄區農業改良廠殺 恭喜 那我們的收聽頻率 AMC38 好 恭喜 你要怎麼簽 高雄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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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你 你電話先不要掛 好 好 謝謝 謝謝你 好 我們恭喜第二位 我們高雄省先生來獲得這個 那個送禮的部分就到 call in 的部分就到此結束 那我們趕快請正銘來跟我們講一下說 我們改良廠好像有一個開放日的時間 這時間在什麼時候 我們每年都會有一個開放日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前一兩年都因為疫情打亂了 所以都沒有開放 這個時候最好的時候就是 明年的1月8號 明年的1月8號 112年的1月8號 也是我們高雄廠的生日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會開放給民眾 進到改良廠去了解一下 改良廠的所有的作業跟 所有加工的成果成品 都會在那裡展示 還有很多種的DIY 另外還有一些 就是我們有花草的一個栽種 到時候會有景光花會的一個 可以來欣賞 所以想知道我們農業改良廠的最新消息 真的跟我們觀眾朋友 還有聽眾朋友講一下 就到我們高雄區農業改良廠的臉書去按讚 如果最新的消息他就會公布 今天非常謝謝正銘來到我們現場中 來跟我們分享台灣小黑豆的營養價值 還有我們打樣中心 讓我們聽眾朋友可以更認識 我們的高雄廠這個神秘的機構 謝謝正銘謝謝 謝謝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我學習換 wall 我學習換很多次的 大家學習換很多次的 我學習換成圖 你幫我吧 我們挑戰 我學習換成圖 我學習換成圖 你為你為你保持的 我學習換成圖 我學習換成圖 你為你一趟 我學習換成圖